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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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自玉成高中的傅思勤以及彤冠云 在前天的个人赛中也是拿到了第二名和第六名的好成绩 那刚刚双方队员组一起加油打气 现在正在时装配方 明镜的比赛提出将开始 那第一回合新竹女中派出的是肖渝珍 肖那玉成高中派出的是彤万云 非常漂亮 比赛开始20秒 比赛开始20秒 玉成高中 彤冠云就率先夺得一分 支持 玉成高中的智商 龊算员充个人的交流 像平民丘充菲 那雙方選手目前都在進行試彈性的攻擊 希望能夠在 雙方的交戰當中找到對方的弱點進行攻擊 同樣非常的快速 雙方在四分之一秒內同時進攻 目前比數1比2由玉城高中暫時領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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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都是非常棒的軍艦選手 可以說是強強對決 可以看到在這場比賽當中 左邊蕭魚鑽的攻擊略顯主動 雙方目前也是在右邊的區域進行攻擊 非常快速 同時被對方選手搶先攻擊 那目前的比數3比2 玉成高中暫時比先 同樣想要攻擊對方選手的小腿 但不曉得被對手攻擊 雙方同時擊中 各則1分 預選高中率先比5比3 結束本人的比賽 雙方同時擊中 各則1分 接下來要進入第二回合的比拼 那在第二回合呢 新竹女中派出的是李怡貞 而日成高中上場的是傅思琴 而在前天的比 個人賽中傅思琴是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績 比賽中 高中的話 比賽中 畫面 比賽中 比賽中 給比賽中 滿足的距離 比賽中 球場 那可以看到现在 郁城高中在领先的情况下 发起了主动性的攻击 那目前比数来到了6比3 郁城高中领先3分 他傅姿勤在不断的攻击过程中 却被郁城夺得了1分 现在林珍慢慢将比数拉回 现在的比分数1比6 仅有一分之差 那双方同时击中 一起得分 李明珍将比分追平到7比7 肃姿勤发起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进攻 但是双方也同时击中 并没有获得声势下面的阶子 又是同样的情况 肃姿勤想要以快速进攻来夺得分数 可是都同样被对方选手击中 好的那目前是两方都共同夺得了10分结束第二回合的比赛 那即将进行的第三回合比赛 那即将进行的第三回合比赛 新竹女中派出的是邱玉文 日程高中派出的是杨琴坎 那邱玉文在前天的女子瑞健的团体赛也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 杨琴坎在中华民国基建学会全国青年组排民族25位 那双方选手都各具一定的实力 有杨琴坎在先发起攻击 非常快速的冲向对手 但是同学可以对手的见识到 那目前的比数仍然是11比11直平 那任劲呢因为全身都是有效部位 并且可以同时得分 所以其实在攻击的时候也要做好反手 才能有分数上面的优势 那新竹女中的邱玉文 现在是要求谈判去观看刚才的回报 那其实刚刚那一件呢 在显示器上面是有显示得分的 所以谈判 可以去再次评论 以赖口以赖口对手 就是刚кой的队 《诖诗学院》 那剛剛在新竹母中的持續進攻當中獲得一分 那也是從最初的落後到現在反超12比11 好的那楊崎潭又將補分追平了 現在直接也只剩下一半 那因為剛剛由身體上面的碰撞 新竹母中的邱玉文被裁判給了一張團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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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雙方選手的分數也是咬得十分的緊 到目前為止還是持續的打平狀態 那第三轮也只剩下30秒的时间 那玉城高中的同学想要冲过去 击打对方的步骤 并未击中 反而让给新竹女众一分 目前比数14比13 那第三轮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倒数的阶段 好的第三轮以14比13 新竹女众领先的情况下结束 那接下来第四轮的比赛 那也即将开始 新竹女中上场的是李云珍 玉城高中上场的是彭冠云 那现在第四轮的比赛也即将开始 所有系统都测试完毕了 那可以看到目前略显落后的玉城高中先行发起了攻击 获得一点班平比赛的分数 目前14比14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十分的刺激 双方的比赛一直是持平的状态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难预测的 目前又是同时击中共同得分 还是没有将这比分差距拉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一件对于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后的输赢劫子 好的 刚刚玉城高中的一圈呢 比重对方选手目前16比15 领先 玉城高中选手盘下方攻击又夺得一分 现在领分17比15 有了两根的差距 玉城加油 目前比赛时间过半 玉城高中连续拿下了三分 好的 连续拿下了第四分 目前比数19比15 那也来到了本轮比赛的赛点 一场漂亮 刚刚同时击中 拿玉城高中已经获得了20分 结束第四轮的比赛 接下来在第五轮新主舞宗要上场的是肖宜珍 而玉城高中要上场的是杨秦涵 现在玉城高中是比新主女中领先了四分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并不是说非常的大 所以新主女中还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将比分扳平 那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也是很难预测的 玉城加油 玉城加油 好的 非常的漂亮的一键 那目前日成高中在第五级刚开局就拿下了一分 目前比数21比16 玉城加油 玉城加油 加油 加油 那同样刚刚杨庆还想攻击对方选手的小腿腹 但被对方选手的剑锅打开 那在刚刚的近距离的交战过程当中 新主女中获得一分 但目前玉城高中选手要求判回放 还判演示回放区进行再次的检查 那因为刚刚的他们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交战 所以可能选手对于得分还是存在一定的遗物 他目前还判演回到了赛场上 最后他还是将这一分判给了新主女中 然后新主女中也渐渐抓到了节奏 在与对方的交战过程当中寻找到对方的弱点 再获得一分 连续的得点 为新主女中再次拿下了一分 目前将比分的差距所短 在级烈的碰撞当中 新主女中的同学夫 调到了高台之下 他目前比赛继续 内表的货续 章组 组织 您挑战 组织 那在两人都有发起进攻的情况下 新竹女中拿下了一分 将比分差距多短到了三分之差 现在这一回合的时间剩下一分钟 将心谈是否能再拿下两分 非常漂亮 现在来到了本回合的赛点 24比20 五分高跟五分 好的再拿一分 目前25比20结束了第五回合的比赛 那接下来也即将进入到第六回合 由新竹女中的邱玉文对上玉成高中的傅思琴 那在之前的个人赛当中 傅思琴排名第二 邱玉文排名第八 加油 在排盘测试完毕之后 比赛也即将开始 那现在第六回合的比赛也开始了 那双方在每一回合面对新的对手之后 能够先选择自探性的攻击 去摸清对方的攻击方式 以及防守的方式 在这一程中 在这一程中 没有贸然的发起攻击 現在新型女中的選手是 鞋帶有所收縫可以它重新調適 而育成高中的選手也藉此機會做一些生產動作 有可能是之前比賽的網友帶有一定的傷 就是之前比賽沒有將比賽去拉開 所以目前還是5分之拍 在這次的攻擊當中 新型女中先攻擊到對方 連續得點將比分拉近 現在兩隊僅有三分之差 修宇文是否能頂住壓力將比分追回 非常漂亮 兩隊 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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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回合的时间也只剩下了40秒左右 育成高中同学再次集中折点 目前比较29比24 邱一伦在刚刚的攻击当中也负责心要到了高台的下面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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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落后 在比赛的倒数阶段 不够什么算给最终的分成 目前比较来的25比29 比较他既有的摄像 那这段目前还算是给了双方 选手都给了一张同开 我们是因为现场的声音太多吵杂 台湾选手为轻轻采判的指令 提前发起了攻击 那随着时间的结束 第六回合的比赛 写定分析在29比25为玉城高中暂时礼仙 那接下来第七回合 即将上场的是新竹女中的李云珍 以及玉城高中的杨晴涵 那目前的选手也都是进行到了自己的第三轮比赛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体力还是否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好的 第七回合的一开始由玉城高中先拿下一分 好的 第七回合的一开始由玉城高中先拿下一分 那在第七回合当中先拿下三十五分 才有可能提前结束这一场比赛 那双方的交战目前看起来也是十分的激烈 但是双方都还在寻找对方的弱点进行攻击 那双方又是一个同时击重的状态 目前李数26比32 可以看到李云珍相对来说具有身高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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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困难 那现在新竹女中是又追回了耶分 目前的比分仅有四分之差 新竹女中是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追回比分的 非常漂亮 新竹女中的选手 提前击中了对方 获得这一分 将击分又再次缩小 可以看到杨平函经常 扎起主动性的攻击 但都是给对方前手动分 可能是身高上是有不定的 同样的一个加速的攻击 但双方同时击中 目前比数三十二比三十四 比分差距缩小到两分 在最后一分钟 杨平函 三十五比三十三 提前结束了第七回合的比赛 那李明珍也是为自己的队友 争取到了机会 将主持的差距拖小了 现在仅有两分之差 那接着第八回合要上场的是 新竹女中轩逸文 郁晨高中 彭冠云 我们期待一下 他们在下一场的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目前第八回合的比賽已經開始 那比賽進入到了後半段 雙方選手也是越打越猛烈 那在進攻的同時也不忘防守保持自己目前的優勢 現在也是整場比賽的倒數第二個回合 那目前的比分並沒有非常大的差距 現在新竹雨中又再次 那裁判好像剛剛對那一件有所疑慮 所以說現在前往回放區進行觀看回放 好沒有問題那一分還是給了新竹雨中 現在新竹雨中將比分拉到了34比35 雙方 雙方還是沒有發起進攻 永遠在僵持當中 好 由於時間已經結束 那接下來將進行的是第九回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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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的解释 四T是有队员受伤的情况 但目前情况还在确认当中 那目前是直接进入到了第九回合 那刚刚是玉城的选手 彭冠云的腿部有受伤 所以 现在比赛继续开始 那现在玉城高中的选手好像升级了 但是肩体上面还是有一些不适 现在它坐在了地上 应该是小腿的部分有所受伤 那目前应该也已经 将衣服人员过来进行处理 现在医护人员正在对它进行一些询问 希望能更好的去紧急治疗它的伤势 从它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痛苦 可见伤势有一些的严重 不知道是否还能继续参加比赛 那如果他不能再继续比赛比赛 就有可能由替补队员代替他继续完成比赛 就有可能由替补队员代替他继续完成比赛 现在看上去不自行选手的伤势并没有得到好转 那医护人员还是在继续的确认他的伤势 并且已经拿冰块来进行冰敷 希望他的伤势能够有所好转 那其实在这几天的比赛中 选手受伤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由于比赛高台的宽度以及长度有限 选手会有时因为比赛过猛 有可能会摔下高台造成受伤 那如果先前有受伤的话 也会影响到之后的比赛 现在他尝试站起来 但似乎没有办法很好的战力 可能会选择放弃这轮比赛 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行走 那医护人员也会在这场上的比赛进行冰敷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是很难再继续回到台上进行比赛 那我们也要等待他们的教练是否会去更换他们的出场选手 那对方的选手也正在等待当中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在比赛中有血受伤的选手可以早日的康复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在比赛中有血受伤的选手可以早日的康复 那從剛剛瞭解到的情況呢 不知情選手應該是因為腳麻 然後沒有力氣站立 所以才判斥讓他先下場休息一分鐘 那應該是由於肌肉拉傷的原因 所以導致的腳麻 目前現在的情況是還沒有辦法繼續上場幾次 民主人員也在進行緊急的包紮 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十分的痛苦 那其實在基建這個比賽項目當中啊 由於需要一些快速的移動 所以很有可能造成選手身體部位的肌肉拉傷 而這樣的傷勢持續久了的話 也有可能會引起其他的不適 現在是感覺是還沒有任何的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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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医护人员应该是想通透过包扎的方式 让他的不适感先有所缓解 育成高中的教练也是在一旁非常焦急的等待 那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十分的凝重的 对于教练来讲 他是十分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选手在赛场上有任何的闪失 现在已经包扎完毕 负资情是准备要再次尝试站立 不知道他还能否进行比赛 看样子他是选择了重新回到赛场上 继续进行比赛 那不知道他腿上的伤会不会对他接下来的比赛造成一定的影响 毕竟已经来到了第九回合非常关键的一局 而且比分也仅有两分之差 副资情需要率先夺得四分才能率先夺得九分才能赢得本场的胜利 现在比赛继续开始 比赛续进行比赛 就ециタコ表演讲 也就是实力自警察 试制调 將比分拉平 但是傅志勤雖然腿部有傷 但是絲毫沒有懈戴這場比賽 我們就全力以赴 兩方同時擊中得點 目前三十七比三十七 然後比賽時間也已經過半 最後一回合的比賽 每一圈都顯得至關的重要 那新竹女中現在又再多一分 目前三十八比三十七暫時領先 而我們的比賽時間也剩下了一分鐘 非常的漂亮 傅志勤多得了一分 將比分再次拉平 那在剩下的一分鐘內 其實多得一分就是多一個機會 非常的好 傅志勤又再次多得了一分 現在三十九比三十八 再來再來 再一下再一下 那現在雙方 也沒有非常貌嚴的攻擊 也沒有非常貌嚴的攻擊 畢竟每一分對他們來講 已經非常重要了 現在比賽只剩下二十秒的時間 現在比賽只剩下二十秒的時間 比分只有一分的差距 任何的可能都會發生 目前比賽只剩下二十秒 到了倒數階段 雙方再一次同時得分 最後的六秒 傅志勤再得一分 目前比數來到了四十二比四十 最後的三秒 再次多得一分 他已经锁定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最后一秒钟 比赛结束 那在这里我们也恭喜玉成高中 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夺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以上是为您转播的 高中女子锐剑团体赛的决金牌战 那在这里也非常恭喜玉成高中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没错,今天的转播工作也即将结束 也幸福明传大学传播学员 和MOE SPOT的全体转播工作人员 明天我们也将及时为您转播 极箭的团体赛 也请您持续锁定 我们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